媽媽咬來這 我們來享受他怎麼來 下課了 嗚嗚 放學了 小朋友開心走出校門口 家長在門口迎接 其他學童走在同學步道上好安全 但其實在半年前 學生走路上下學 可是危機是福 車怎麼開我們不知道 所以比較有安全問題 現在這樣子小朋友走上面 就比較沒安全問題 以前是比較傷 沒那麼寬 沒那麼 沒那麼乾淨 現在很好 乾淨很好 還沒有人行鑽用道的時候 我們站在路口 那你就是要一直眼睛盯著它 像監視器一樣 看它走在邊邊的時候 會不會擦撞到車子 因為你畢竟沒有一個 高起來突起物 你可能要一直看著它 龍勝國小校門口周邊 原本是電線桿 妨害通行 私人熱車桶佔用道路 車輛停放路邊 讓行人和車輛針道 經過改善之後 校門口設置了通學步道 還畫設綠斑馬 學童上下學更安全 然後現在有坐熱門行道 不僅讓學校更漂亮 然後也讓我們的安全有保障 可以在其他校園內 事情是更好的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人型的專用 是對學生的保障 因為這就是你機車 怎麼不可能騎上來吧 或汽車 因為它畢竟是人型專用的 不過通學步道能夠這麼順利 全仰賴安樂區公所 市任府公務處 里長和地方居民 大家齊心合力 克服種種困難 除了強力溝通 拆除佔用汽油的違建 周邊環境變得更乾淨 當我來到這個學校的時候 我發覺以往我們的上學之路 是不安全的 小朋友都需要跟人車爭道 險象還生 那我們跟區長做反應 我們區長首先去解決 占用馬路的那個人型道的問題 他把那個違章建築拆完以後 他又繼續詢問說 學校還需要什麼 那區長非常負責任的 跟公務處做協調 我們做了這個人型步道 那也很感謝我們這個 所有的居民 體諒學校的需要 犧牲了一些以往的停車空位 那讓我們建成這個 安全的上下學之道 我現在發覺我們的 阿公阿嬤送我們的小朋友 只要送到人型步道 他就認為安全了 以前這條路是被人家佔用 現在就是市政府 跟區長跟公務處 幫我們開通人型道 行人安全 小朋友又安全 可以上下課 是長久以來很多的道路 它其實是有路間的空間 民眾拿去當免費的停車使用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跟地方協調 怎麼樣在供需平衡的狀況下 讓民眾有地方停車 而道路也能夠建置 兩朝的人型環境 讓孩童大人長者能夠通行的安全 我們也在去年度把相較在前一年度 一百一十年一年度的行人的照 事故的比率降了百分之三十三三十四 降了非常非常多 將近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我們就是為了就是要給孩童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龍森國小通學步道完成 區公所地方居民齊心合作 成了成功案例 市任府計畫推展到其他學校 包含後續我們跟公務處跟教育處這邊的合作 目前正在執行的案子一共有15個學校正在執行 那其中有一些部分已經在辦理工程發包 那有一些是在設計的階段 那大概未來我們也會朝著就是以人為本 以學童安全為最中指的這個核心 來去進行這個人型環境的建置跟改善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其實那個中央就已經有就是編列預算 讓我們教育處申請的這些學校可以來進行工程 那今年呢也會發包施工 那我們現在是期待說 在各校的這個通學步道的工程能夠順利 那以及如果還有有需要改善的學校的部分 教育處也可以儘快可以列出來提報 讓我們的學生跟家長呢 在學校通勤通學的這個過程中呢 可以更加的安全 通學步道改善完成 學生上下課不再與車爭道 家長能夠放心 悠閒散步 提升了環境品質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請看